说到渣肉提香,你会想到什么呢? 不知道 你猜猜看 鱼肉吗?还是什么? 鱼香肉吃 鱼肉就香 在捏 吃的 吃的那个 猪肉,羊肉,牛肉 这种吃的东西吧 我不知道为什么要提香 香 香吗?香的 今天是农历三月二十八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位于清府吃的金泽镇 今天是金泽一年当中最热闹的两天之一 还有一天是什么时候呢? 农历九月初九 这两天都是金泽庙会举办的日子 现在大概是早上六点半左右 我们已经到了金泽的梁振庙这边 现在里面已经人头闪动了 我们去看看大家在干嘛 走吧 走 金泽镇位于电山湖畔 地处江浙户两省仪式交汇处 被誉为江南桥乡 桥桥有庙,妹妹有桥 是过去金泽最大的特点 杨正庙是当地香火叫旺的一座庙里 当地人亲戚的称杨正和杨老爷 无论许多当地老人关于杨老爷的身世 都打不上来 不过无一不提及他的好 受他为人亲,做人正 十分受当地人的传败 现在这个杨正殿前面已经非常热闹了 有一种广场舞的气氛 还有阿姨在唱K 这个甩棒子叫打莲香 我们等一下请朱莹老师给大家介绍一下 他跟那边的阿姨已经混得很熟很熟了 很简单的 这样子 像划船一样嘛 像划船一样嘛 这样 下面 下面点 这样子 我说方向不大 对 超前的动作 庙会是集宗教祭祀 娱乐 商贸为一体的群众性活动 在庙会上 表演是必不可少的 这些活动也丰富了当地人的业余生活 当然 金泽庙会的重头戏则是 沙肉吉香 震耳欲聋 主打一个热闹 现在大概他们在会转第三圈 然后转好第三圈之后就开始要扎肉了 他们就在这个盆里边扎肉 他们临时搭起来的 这个非常的严实 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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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提商队来了 提商队来了 准备进来扎肉 我们问了好几位提香队的师傅 扎肉提香到底疼不疼 他们都说不疼 与他们而言 这种自我牺牲式的祭拜 各能表达他们对神明的虔诚和敬意 师傅这个有多少重 5斤 痛 多少 8斤 有8斤 有8斤 你钓着不觉得痛吗 痛都没有痛 这个其实是鱼钩对吧 这个鱼钩没有这个鱼钩 现在是鱼钩 鱼钩 鱼钩 我看的时候有点胖 为什么 什么叫扎肉 扎肉 我说这个事情就是远远于我大伯 那一年生了病 我爷爷到那个封军 他就到那里去洗了个月 他冥冥之中在夜里做了个梦 这一次可能是冥冥之中它存下来的 他说你要扎肉的话 它比较有影响力的 正常的共济品 它是没有什么记忆价值的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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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炸猪肉 确实没有 其实就是金泽古镇相对来说商业气息没有那么浓 然后我们觉得走在这个石阶上面有一种江南地区 云米之香的阴阴之气 上次我们来玉彩的时候呢 就这里特别的静谜 与今天这种锣鼓喧天熙熙攘攘的景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感觉一下子有了非常浓的烟火气 庙会是地方上的一种文化生活 是信仰与世俗的结合 其背后蕴含的是强大的精神力量 是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是对家人平安顺随的期待 正是因为这种力量支撑着庙会流传至今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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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